CAMEN RIDE RUKI 臭小子又買玩具嗎? 家沒位了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我是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和Like我的Miri Facebook Page 和Follow我的IG 今次這條影片將會和大家玩具開箱 就是開這個模型Figure Rise Stand 蒙面超人龍劇 在開箱之前就介紹了蒙面超人龍劇 蒙面超人龍劇 是平成蒙面超人系列第三部作品 在2002年播出 想當年13個蒙面超人互相對戰可以說是好衝擊 再加上鏡世界的獨特世界觀設定 每一位蒙面超人都有一隻契約手 接著還有一副卡組 用不同的卡就會召喚出不同的武器和契約手 再加上每一個角色都有自己的戰鬥理由 角色的性格描寫得很鮮明和強烈 想當年蒙面超人龍劇播的時候 馬姑斯還是一個小學契 這套蒙面超人 是我每一集都會坐定追電視的作品 好了 我們現在馬上開箱 那我們首先就看看包裝盒 這次的Board Arts依然很漂亮 這次因為跟著龍的關係 包裝盒特別大 拍得著同樣系列 數碼暴龍的帝王龍夾手 這個Figurized Dance系列 蒙面超人至今出了很多款 但不是每一款都漂亮 例如當初看官方圖的時候 響鬼其實很有型 當實際大家開箱看之後 其實就一般 如果你問馬姑斯 這個系列最漂亮的蒙面超人 是哪幾隻呢 那我就會答你 是蒙面超人電王 Eccedor Gamu Decator 以及今次的龍騎 好 那我們先看看分件 看起來 看起來應該是一至兩小時 會組成圓的東西 馬姑斯就不是經常組裝模型 而且組裝模型的技術也有限 所以今次只會數組 看看分件 你會看到紅色分兩種 有分普通紅色和電鍍紅色 對於我這些幼懶 砌模型技術也沒什麼人來說 他分好顏色給我其實是很好的 那今次之所以吸引到馬姑斯會買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跟著龍 而這條龍也不簡單 砌好出來 全長大約63cm 可以說是男人夢寐以求的巨龍 最初知道蒙面超人龍劇推出的時候 就有不少網民留言 一定貼紙超多貼死人吧 但是真正開箱之後發現 其實貼紙就不太多 對比起Gamble和Eccucidator 這隻龍騎的貼紙真的很少 因為Eccucidator和Gamble 我貼到眼都花了 由於時間的關係 馬姑斯已經組裝好了給大家看 這次模型也有重新還原了蒙面超人龍騎的武器 包括有劍盾和噴火的龍頭 噴火的龍頭和契約獸的龍頭分開兩個給你的 劍在龍條尾裡拔出來 這兩個盾也在龍身上拆出來 這兩個盾也在龍身上拆出來 總結一下我對這隻蒙面超人龍騎的感想 在對於砌模型不厲害的我來說 這款模型可以說是很簡單的砌到 前前後後 我大約砌了兩個小時 而且的確砌完出來 龍真的很大條 讚完它做功靚之後 它的缺點也有 砌完之後 這隻蒙面超人 我擺姿勢拍照 都玩了半個小時 那隻手和兩隻腳很容易鬆落出來 搞到之後 我也不敢擺太多其他動作 200多元這個價錢 跟一條巨龍 還有龍騎 造工也很美 所以我覺得都值得一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蒙面超人龍騎呢 大家又有沒有買這盒模型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好了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內容 喜歡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